戚风的技能就是它是已经非常会撒娇的 这个是很难形容 它现在应该很明显的感觉 它其实是靠着 台湾心腹犬培育团队9号在青年公益实践计划成果发表会中 带着自家心腹犬戚风来到现场与民众近距离互动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心腹犬的前身其实是流浪狗 我们知道台湾现在目前流浪犬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议题 我们是希望说让大家可以翻转对流浪犬的印象 因为流浪犬其实是很棒的很聪明的 要培育一只心腹犬 首先会在动物之家挑选适合的流浪狗 经过6至12个月的训练 慢慢让狗熟悉口号与指令 最后再依照个别犬肢的特性去发展专业技能 受训完的心腹犬主要服务两大族群 一个是生障人士或影法族等行动不便者 另一个则是具过动、自闭、遭遇等症状的精神疾病患者 心腹犬团队一踏进我们教室的时候 小朋友的整个神情样态就改变了很多 他们从原本可能是没有办法安坐在位置上面的 慢慢的经过每一堂课的练习 他们可以练习等待坐好在位置上面 团队透过培训心腹犬来帮助弱氏族群 提供了让狗一个不同的出路 但想要让狗狗走入人类社会 改变大众对流浪犬具有野性危险的记忆印象 是团队面临的一大挑战 没想要一次失败了 你为什么人最大 万一这只狗反过咬了人 哇这个计划可能就很难了 除了要使全肢稳定且温和的与人互动 训练团队想将心腹犬推广出去 人要克服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我们现在人力培养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是在做第一线的服务 第一线的服务就包含训练狗狗啊 包含教学课程啊 它都是吃人力跟吃狗力 那但是讲师跟训练师的培育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 为了解决人力短缺的问题 团队推出相关人才培育计划 期望训练出能同时驾驭心腹犬和服务弱势族群的专业人员 心腹犬培训提供流浪犬新的发展可能 但想要普遍被民众接纳 仍需仰赖机构与人民沟通 才能让他们在社会的每一处发光 记者邱昭华张亚珍宜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